您店里除了卖咖啡还卖什么 咖啡厅除了卖咖啡还能卖什么 流氓 流氓 我说什么变流氓 下车 喂 计算 你似变态 站住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你刚刚说什么 计算 你刚刚 计算 对不起啊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 走开 怪你没事吧 你不是故意的 那我请问你 你故意的定义是什么 拿枪刺拿刀土是吧 老板呢 叫他出来见我 谁叫我谁叫我 你是老板是吧 是啊是啊 你的员工 拿凶器袭击顾客 麻烦你把名字 电话留下来 我的律师我给你联络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是谁 谁袭击了我们这位 尊贵的客人啊 又是你 谢小秋 你吃了豹子胆了吧 赶紧向客人道歉 不用了 真的 没这么严重 什么没这么严重 这是杀众计呀 有毒的 没事的啦 我 我以为这是彩带 欢迎你们的 欢迎 是吗 你看你看你看 上面写的家庭永 人畜无害 无害的 人畜无害你就可以碰我 你给我当什么 当张狼啊 还说你不是故意的 我看你又是存心的 你刚在外面 骂我什么 什么 向小秋去竟敢乳巴客人 是他先说的我 我说你什么了 你司机还在旁边 你可以做这样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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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谢小秋 你还不认错 还跟客人顶嘴 老板 如果这件事情 没有处理好的话 我是不会离开这边的 要是我是你 我绝对不能容忍 素质这么低点员工 两位两位 小消气 小消气啊 这姑娘是新来的 乡下人没家教 也没见过什么世面 我代表全体员工 向你们道歉 好不好 来来来 里面请 今天消费全免 这就算了 我可以 赔偿你这件西装的清洗费 可以吧 你觉得 盼买杀虫剂的西装 我还会穿吗 那我可以 赔偿你这件西装 可以吧 你赔得起吗 你赔得起的话 你就不用来这边打工了 我真的需要这项工作了 你刚才骂我流氓 很明显你不需要 谢小秋 你不用来上班了 你被开除了 不用这么夸张吧 基传 他只是一个学生 不要这样对待他了 还不严重 这东西有毒的 必须杀虫剂过敏的 立川 只要有我在 没有一个人可以欺负你 听到没有 你没事吧 没事 为什么突然来上海 也没有跟我说一声 总部这次接了大项目 爷爷要你尽快回去 干吗非要我 丽莎喜欢你 几个主体大楼 指定就是要你 正式任命明天下来 我这次回来呢 就是接替你的工作 这么大的事 你没有跟我商量一下 总部不缺设计师吧 再说 青岛我还有丽莎的项目 我过几天要去那边看一下 可能是要给你一个惊喜吧 丽莎这个人呢 她是不轻易开口的 你记不记得 那时候我们帮她设计 那个博物馆 都已经得了大奖喽 她还把我们叫过去说 这个没弄好 那个没弄好 当时我气得 想把她掐死 那是在说你 她说的是博物馆的装修 你是室内设计师 这是你的工作吧 我跟你讲啊 不是我学艺不经了 是她品位太差了 喂 喂 你看这个吊灯 设计得不错 我把它画下来 我说你啊 还是赶快回总部吧 难得有这个机会 你也好久没回家了 我没有兴趣 干嘛 我身上大的小的 加起来差不多有 二十几个项目 我怎么凑得出时间来啊 再说 在爷爷身边工作 她怎么霸道 谁爱做就给谁做 反正我是不会去的 你想跟爷爷做对 我倒是没这个胆 我跟你说啊 你知道是谁在爷爷身边 像这勤劳的小蜜蜂 我我我我我 拼命的股东 要把你调回去吗 杰奈特 人家现在是啊 董事长的秘书 大红人一个 我把我的号码换掉了 你没给他吧 怎么可能嘛 我永远是站在你这边的嘛 这不奇怪 谁让你向我借了这么多钱 这三百块钱是我的工资 一分也不能少 这三百块钱是我的工资 本事没有脾气挺大 老娘我是伺候不起 拿去 破财免费 老板娘 你好 请问这附近 哪里可以买到鲜奶 鲜奶啊 您先坐 我让人帮您去买啊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不客气 咱们 咱们 工作丢了 想找我报仇啊 以后呢 最好别让我再碰到你们俩 不然的话 不然怎么样 小姑娘 你有什么能耐啊 你把地球翻过来 把地球翻过来 不然的话呢 我就请你们俩 吃鸡蛋 这这 太过分了 欢迎来到湘海 我帮你拍一张板 好 我帮你拍一张板 好 插吧 哇 哎 喂 Hä lin 小树 姐 我又跟爸吵了 你又怎么了 Which is it Philip in rozp 小咚 我куюaps 您是小短板 之后 手 来 对 吉野 其实姨妈都跟我说了 她可以给我出第一年的学费 我觉得之后几年 我自己打工赚钱就可以了 小冬 你别总是麻烦姨妈 他们家也不富裕 如果我赚得不够的话 咱们再去麻烦她好不好 姐 我再跟你说个事啊 前两天舅妈来催债了 爸爸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 还给她了 我知道了 其实没事啦 我跟你说上海滩吧 湿里洋场 只要啃弯腰遍地都是影子 钱的事呢就抱在姐身上了 别担心 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电话费挺贵的 你要好好学习 听见没有 姐 那你也多保重身体啊 好了 拜拜 怎么办呀 那谢小秋工作又丢了 猪头 佟月 喂 小秋啊 我在干活 怎么了 我那个不是在小兔咖啡馆上班吗 离我学校太远了 你那边缺不缺人啊 早班满了 晚班还有空吧 晚班也可以啊 你可不可以给你们老板说一声 让我过去啊 没问题啊 小事 老板刚提升我做晚班的经理 要不今天你就来吧 好的好的 谢谢你啊 不信 我听说有一个潮湿手打牛津丸 特别棒 我们今天晚上去吃 喂 喂 我这信号不好 喂 海伦 有了有了 王总您好 我叫张盈 海伦 上班的时候不能打私人电话 我明白 可是我不叫海伦 对我来说呢 所有的秘图都叫索菲 所有的前台都叫海伦 如果你不想叫海伦 我相信有很多 愿意叫海伦的人 跟你竞争这个职位啊 虽然我只是个小员工 但是我也有自尊啊 那千万别让你的自尊 阻碍你的前程 对吧 绿川的司机叫什么名字 傅建军 叫他见我 你长得太油了 哪里油啊 今天没出车 对不起 王总 没有 你是王总的司机 他出去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但是王总他平时都喜欢 自己一个人开车 那王总都自己开车 要你干吗 我平时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看看建筑杂志 了解一下建筑动态 偶尔也会上网 看看汽车修理论坛 提高下自己的业务素质 你有自己的办公室吗 还有电脑 好 我现在就帮你请个秘书 印好喽 三百六十五道简易菜 最适合白领了 冯主任 这些你也很试用的 嗯 喂 李川 李川 喂 爷爷 你哥到了吗 到了 一切等我顺利 我送给你们的油画 收到没有 油画 对对对 收到了 收到了 谢谢 您总是很了解我 我一直很喜欢 植物 花卉 怎么样 工作忙吗 不算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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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问你 为什么在凌晨四点钟 还给我发email 你听着 一个人有多少个夜晚 是数得出来的 你已经提前支付了 知道吗 爷爷 偶尔而已 偶尔 我会注意休息的 李萨的项目 季传知道了吗 你什么时候回来 下周 下周 爷爷 我至少需要六个月的时间 六个月 好 我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干完了这个 你就退休 退休 不不不 爷爷 你又来这个 我要是谁看到你每天工作 超过八个小时 你必须退休 爷爷 我 我要去开会了 董事长 这幅花 你要挂在哪里 打包 寄上海 王立川办公室 好的 默契啊 默契就是默契 兄弟就是兄弟啊 怎么样 爷子给我三个月的时间交接 三个月啊 这么久 那我要干什么 都可以啊 主持所有的会议 参加所有的宴会 看一下所有的财务报表 反正我什么都不管 我只负责技术这一块 你说的啊 那所有的事情我都揽下来做啊 随便你啊 你不是喜欢派对吗 晚上就有一个行业酒会 你去参加一下 顺便见一下老客户 好吧 那我不说了 外面一堆事情等着我做 哇 真是太不走运了 哎 凤 啊 凤 凤 凤主任也被开了 那那那那我不是完了吗 简直太不像话了吧 我才离开GMF三年 公司管理就变得这么差 一团乱嘛这个 我听了半天没听明白 您到底说的哪个部门 技术部门还可以 但行政部门简直是一团乱嘛 可是行政部门的人员比例很少啊 这些人呢都是为建筑师服务的 他们光拿钱不做事可以吗 我已经开除很多人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呢是翻译部 我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成立翻译部 外面这么多翻译公司 随便选一家 用他们就好了 又省钱又省力 少华 你去准备一份 外面翻译公司的名单给我 好吗 好 王总 我能说下我的意见吗 你说吧 你看我们公司现在 只有几个女秘书和几个女翻译 剩的清一色都是男同胞 而且大部分都没有结婚 这其中包括我 所以说呢 在人员配置上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个 性别平衡这个因素啊 为什么要平衡呢 这男人跟女人工作的时候 他就是中性的 起码我会把他 当成中性的来看待 否则这叫什么 这叫性别歧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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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Fres 好 好 哦 好 小秋 童月 谢谢你给我这份工作啊 你看 客气什么呀 这是我的身份证复印件 赶紧去换工作服 放在六号柜上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加油 加油 看一下 怎么样 还不错 体和身的 这是咖啡的配方和菜单 好好备一下 跟你说话呢 那边那个是不是叶静雯啊 对啊 你认识啊 他是我同学 我们一起选过好多课呢 他家挺有钱的 怎么也来这里打工啊 这个蓝蓝是他舅舅的 他呀 才是这点眼型贝斯 那我在这里工作 要特别注意些什么 这个问题问得好 在这里工作千万别八卦 像他啊 当初到这里来喝咖啡 后来呢 看上了一个男顾客 为了天天可以见到他 于是啊 他就干脆到这儿来打工 这么浪漫 跟你说了别八卦 浪漫什么呀 话吃一枚 半年的时间过去了 没见到他跟那个男顾客 说上话 按照偶像剧的走势 这个时候应该子孙满堂了吧 到底是谁啊 把我们这个英文系的西华 打中情人迷的是神困颠倒 跟你说了别八卦 这边请 来 看到吗 就是他 全名我不知道 绰号CK君 CK君 按照你们女孩的说法 他简直就是帅呆了 就像CK广告里的男模一样 不光是静雯喜欢 这儿所有的女孩都喜欢他 他进来根本不用说话 这气场啊 就蹭蹭蹭地往上窜 把这儿所有的女孩啊 都垫得乱七八糟 这么神奇啊 神不神奇 你要听静雯的话才知道 静雯说 即使啊 他变成了一具骷髅 那也是一具最帅的骷髅 哇 哇 你的表情那么八卦 我跟你说了别八卦 省了你犯错误 走 带你去趟咖啡机 哎呀跟你说了别八卦 哎呀我还没看清呢 哎呀我还没看清呢 别八卦 来 这个 嗯 再这个 来 哎 等一下 谢谢啊 哎 秦总啊 好好久不见了啊 这位是夫人吧 哎 您好 我给夫人一张名片 哦 好 您现在做得很大了吧 谢谢 多多关照啊 多多关照啊 一顶一顶 哎 哎 来了 哎 来了 好久不见了 我过去打个招呼 好 哎呦 哎呦 潘总啊 好久不见了 嗯 你是 我 我小官呢 哦 小官 叶家明的得以门生 谢谢 九通翻译的社长 哈哈 年轻有为啊 潘总过奖了 以后还要潘总 多多关照我们九通啊 那是当然 来 介绍一下 艾玛小姐 GMF的法语翻译 刚陪我从巴里回来 你好 艾玛 你好 哎 你们两个人是一个学校的 年纪又差不多 应该之前就认识了 哦 认识 不认识 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们两个人 我去加点酒 好 你准备啊 艾玛 半年不见了吧 你依然如单风白露里的一朵玫瑰 清风明月中的一点星辰 在滚滚红尘中 意义生辉啊 怎么 又坏男朋友了 这种年纪你也有 一个熟人而已 是啊 那我怎么觉得你身上 所有扣子 都在对着那个熟人尖叫 他哦 那点身教我才看不上了 如果再年轻二十岁 或许我可以考虑考虑哦 那你也不必站在那边 像一张没有地址的明信片吧 小官 你讲话还真酸呢 千不该万不该都怪我 怪我不应该啊 当初在男厕所门口 把你给抛弃喽 在我生日那年 在情人节 谁叫你生日那天 就是情人节呢 那你晚一点 告诉我不行吗 哦 对对对 你就是要追求那种 讽刺的感觉是不是 我只是想追求 我觉得更美好的生活 所以离开你 只是因为觉得 你当初不够美好 可是你不用担心 只要你好好努力 咸鱼啊 则有翻身一天的 你 现在要不是翻一年会 怎么会在这里见到你啊 懒生意呗 怎么样 就请你们姐妹翻一步忙吗 帮我介绍点生意吗 啊 哎 那个啊 就是我们的老总 想不想认识 当然 嗯 翻一步啊 需要很多临时翻译 你要好好跟他套进步 不过啊 你以后不要一见面 就损我 我跟你说啊 我对你 本来是有交情在的 是 嗯 走 哎 我告诉你啊 明天上午呢 你把所有的用途交换 黄总 我给你介绍一下 是啊 这一位呢 就是九通翻译社的社长 肖关先生 也是我的师兄 我好 这一位呢 是上海GMF王总 王继川先生 哦 王总 王总 久仰大名 久仰大名 你好 你好 肖先生是翻译社的啊 是 正好我们GMF呢 有一个翻译部门 人多事少 所以我最近在考虑啊 嗯 把这块的业务 交给翻译公司来做 哦 如果肖先生有兴趣的话 来我们公司谈一下吧 当然当然 当然有兴趣 如果我满意你们服务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翻译部给撤了 全部交给九通来做 好 没问题 我们会尽力的 嗯 好 先走了 哎 好 喂喂喂喂 你干什么 喂喂喂 我这不是要难点生意而已吗 好不好 你 我给你讲 以后你再抢我的饭碗 你信不信我把你给剁了 哎呐呐 你看到的啊 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当然我可以请他 保住你的职位好不好 好 你要是敢动我的地盘 你信不信 我就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好 那 那从今以后 我让你用我的信用卡 好 你以为你赚几个钱啊 你不要以为 现在赚了几个钱 就可以跟我炫 在我的眼里 你不过就是一个私营小业主 我告诉你 你离我梦中的金主 还乡下十万八千里呢 等一下 你别掐了 你把我掐死了 你抢我的饭碗你 好好好 最我怕你最我怕你 别打我 我的名片掉了 只要CK就一来啊 收银的出错率 那叫一个高啊 今天也不例外 什么意思啊 你看 其实啊 CK俊来也不是件坏事 小费挺多的 小费 我怎么从来就没有拿过小费啊 我们这儿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只要他来 我们手头上的活不忙的话 我们肯定会把咖啡 送到他桌上的 为什么 因为他有点不方便 照顾一下 不方便 没有吧 你能不能不要八卦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方便 就是有点缺 脚崴了 我八卦一下啊 我们门口啊 是不是有一个残障车位 白天你有没有看见一辆 黑色的SUV停在那里 那车就是他的 停在残障车位上 怪不得今天他座位旁边 放了一根手杖 那为什么 反正啊 你别管那么多 他就是我们这儿的金牌客人 来得多消费多小费多 我们店的神秘男 拥有着迷人的背影 得了得了 花痴小队已经客满了 你别笑起哄了啊 时间不早了 要不早点回去吧 没关系啊 我可以再帮你的 今天实习没工资 我也不好意思留你 明天正式上班 好 好 明天见 好啊有机会我也想去啊 我走了 拜拜 拜拜 是啊 你看看他 师姐好 师姐好 你们好 我们先走了啊 拜拜 拜拜 再见 师姐 你这件衣服好好看哦 在哪里买的 刚做了个口意 这不把钱全都交给商场了 师姐 那个最近有没有新的活 好的活啊 好活都派给你了 还没赚够啊 你有那个家里有困难了 你帮帮忙嘛 好我想想 哎 倒是真的有家公司 要招临时翻译 嗯 不过面试挺严的 之前介绍的好几个人过去 都饱受挫折地回来了 嗯 有兴趣吗 我可以的我没问题 我反正菜鸟一只 我不怕打击的 行 那我回头给你电话 嗯 不过那公司挺远的 光打低 单程就要四十几块 你自己看看值不值吧 值 肯定值 我是室内小灵通啊 室内的各大交通系统 我都知道 没问题的 爱拼材会饮 是哪家公司啊 酒通翻译 酒通翻译 嗯 给 谢谢 你真的打算去GMF 都约好了 好歹去打个招呼嘛 不去多不礼貌是不是 没想到 你真的在打GMF的主意啊 那如果王继川 他取消翻译部 他不找酒通 也会找别的公司嘛 那找我们酒通呢 我可以想办法保住你 你以为你自己 有几经纪两重啊 你真的可以左右得了王继川 那不然 那不然 你过来跟我一起做 福气店 那 你出得起像GMF 这么高的工资吗 只要你来我就给 大不了我把我的工资 全部都交给你 那么好啊 嗯 那如果是这样 我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哦 妈呀 难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潜规则 对 对不起 你的秘书说 上一个已经结束了 然后让我进来的 是结束了 来 进来 你是 我是谢小秋 是陈米娟介绍来的 这是我的简历 是 他打过电话给我 我叫萧关 无边落幕萧萧下的萧 走马关花的关 不错嘛 你这履历写得很好 谢谢啊 你喜欢唐诗吗 喜欢 我爸爸以前是教语文的 所以有佳学 哦 那倒谈不上 杜甫这句诗啊 我非常喜欢 双皮溜语四十围 戴色参天两千尺 你用英文来翻译一下 现在啊 怎么了 你不会啊 不 会 你不要 嗯 那为什么要用 金鱼黄 而不用 黄 呃 因为黛色不是黑色 是青黑色 所以应该是 鱼黄 那为什么不用鱼黄 呃 因为显得我的词会量 大一些 好 你明天要去的公司是 GMF上海分部 他们的英文翻译出差了 忙不过来 你听过GMF吗 没有 他们是一家总部 在瑞士的建筑投资公司 主要的业务呢 是在美国跟欧洲 上海分部实际上是一个 建筑师事务所 以设计为主 不过也投资房地产 对了 你对建筑业的词汇熟悉吗 知道一些 有一本叫做 《新英汉建筑工程词典》 你去找找 很有用的 好 我马上就去借 明天早上九点 GMF要跟一个香港公司 谈合作 他们的新任总裁 是一个瑞士华侨 能说流利的中文 不过读根写就不行了 如果遇到特殊的句法 成语 他可能听不懂 你的任务就是口译 只做一天 一天算你八个小时 一个小时三百 可以吗 谢谢你给我 这么好的机会 来 这个是GMF的地址 好好准备 好 那我先走了 明天见 明天记得啊 穿得正式一点 会的 那我先走了 等等 不如你明天早上八点 在学校等我 我开车送你去 我坐公车也可以的 没事 我刚好到附近去办点事情 顺路嘛 好吧 谢谢 再见 再见 我也要回去了 那你送我吗 你先别急着走嘛 再坐一会儿啊 不用了 我要回去跟GMF搞壮 说你找了一个发育不全的土妞 来忽悠我们 看那刚刚那种缩头缩脑 吞吞吐吐的样子 哼 根本就上不了台面嘛 她的水平足够了 小官啊 你还真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啊 没想到一个来面试的小女孩 你都不放过 你什么意思啊 说你没事献殷勤 费尖几道 我这是爱财之心 人皆有之 此人将是我们酒痛 未来网络的重点 啊 当然 你一直都是嘛 难说 那双皮溜语什么意思啊 艾玛 你满脑子都是MTV 就别看什么Discovery了啊 MTVDiscovery 您好 我想问一下 这里有没有新英汉 建筑工程词典 啊 好 专业词典不外借学生 而且被教授借走了 哦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您好 请问一下这里有 新英汉建筑工程词典吗 不好意思 没有 哦 谢谢啊 不客气 终于找到你了 字典宝宝 来 紧接这里吧 哎 哎 这个 这个字典我要了 哎 怎么是他啊 哦 原来他真的是个司机 已经跑了我家书店 进入宝山不肯空回 带本姑娘先讨个尽 哎 可不可以跟你商量个事啊 商量什么 嗯 这本字典 可不可以先让给我啊 对对对 只要是我明天有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没有它不行 而且吧 我已经跑了五家店了 只有这一本 我也有急事了 真加的帅 人小气 对了 其实吧 还有一本也不错的 那那那 就是这一本 你看一下啊 这个呢是实用英汉汉英土木工程字典 这本也不错的 为了要买我这一本 你就推荐一本比较差一点的给我吗 怎么能说是差的呢 你这本字典吧 别看词汇量很大 但是它没有音标 你要说英文底子不够好的话 根本都不知道该怎么念 你怎么知道我的英文底子不好 那我靠你个单词好了 嗯 你说 嗯 嗯 Texaphobia A fear of disorder 中文的意思是 混乱恐惧症 什么事等 连个死记的英文都这么牛叉 抢我饭了 哇 你的英文好好哦 真的没有想到 诶 那个真人不露像 露像非真人 说的应该就是你吧 不过像你这么好的英文 我觉得应该不需要字典的 这本字典我还是要 那就翻一下总可以吧 可以啊 谢谢啊 很快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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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能不能帮我举一下 那就这样 你在干嘛 拍一点试一点 说不定明天可以用上 哎哎 昨天晚上刚充的电吗 怎么会这样啊 哎呀 这样吧 如果你这么喜欢这本字典 我给你三十秒 说说我为什么要让跟你 如果你可以打动我 我就不要了 你英文好我英文差 我比你更需要这本字典 嗯 你是男的我是女的 最初的 等一下啊 你有车我没车 你找书店比我方便 我的腿不方便 三十秒到了 我先走了 哎哎哎等一下等一下 那个那个 今天是我生日 生日 这么巧 哎真的啦 我我我给你看我身份证了 等一下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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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你看 啊 生日快乐 啊 生日快乐 谢谢你哦 感谢感谢 你真是好人哎 大大的好人 终于归我了 还说还我吧 哎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啊 我帮你付钱 嗯 谢谢啊 哎 等一下 今天让你破费了 可不可以麻烦你在上面签个名啊 签名 嗯 哎 哎不必吧 这本书都不是我写的 可是这本书对我来说很重要 以后我翻开它呢 就会想起你 虽然这个世界上啊 充满了竞争还有厮杀 但是一直都有好心人 没这么严重吧 有的有的 一定要签 那给你比 嗯 你看 谢谢啊 你的大名是 我完全看不出来 嗯 反正我签了 谢谢啊 谢谢你啊 谢谢谢谢 谢谢 生日快乐 嗯 哈哈哈 啊 喂 过来了 你在干吗 你别弄乱七八糟的 哪有乱七八糟的 干干净净的 那个牛肉啊 马上就好 再过十分钟 那个番茄呢 我忘了买 我不是有土豆吗 用土豆就好了吗 土豆已经放了 这楼宋汤没有番茄 怎么叫楼宋汤的 土豆就好了 我随便 你还真好养啊 对了 生日礼物 拿出来看看 我辛辛苦苦织了三个月的 你看这两颗球 最难弄啊 一针一针勾的 再来试试看吧 你呀 每天穿得死气沉沉的 配上点颜色的 完美的 来 试试看 来 试试看 怎么样 Merry Special 是吧 我就说是嘛 好看的 来 喝一遍 好 这个放在这儿 社长 你说的那本词典 我昨天已经买到了 昨晚一通饿补 整晚没睡啊 睡两个小时 这是你交给我的第一份工作 我希望可以做得好一点 别紧张 你的专业没问题的 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不紧张了 对了 你选了叶嘉明教授的课 你认识他啊 是啊 他是我硕士导师 我上大学的时候 他对我还挺关照的 他有个女儿叫做叶静文 跟你一般大 也是你们大学的 静文啊 他是我的同班同学 他住在我隔壁寝室 这么巧 你们入学的时候 我都已经毕业了 对了 我今天在室内 有一个外贸高峰会 我们酒通全体出动了 人手不足 不然像是GMF 这种高规格的外商啊 我们一般是不会派 临时翻译过去的 那我更要好好表现了 你等会儿到GMF的时候 去找翻译部的主任 听他安排 招呼我都已经打过了 知道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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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一下翻译部的苏主任 你是 我是酒通派来的临时 翻译协小秋 对对对 他跟我说过 麻烦你在这儿登记一下 好 好 这边请 好的 王总 早上好 你们看 这就是上海分部啊 这边上海分部 来来来 里面请 好 来来来 里面请 我想请问一下 刚才那位是谁啊 他是我们的大老板 等一下啊 你就是给他做翻译 这个先好了 翻译部呢 从这边上去 走到底就是了 不行啊 不能这么久进去 他会认出我的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附近有没有 理发店要什么的 有啊 出了门左转 好 谢谢啊 我有点事马上回来 一会就好 好 赶时间 赶时间 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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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剪发 烫发 那个 你这里可不可以 戴客化妆啊 可以啊 那可不可以把我画的 完全不像我啊 到底是像你 还是不像你啊 不像我啦 那像谁啊 像谁都可以 但是不能太难看 现在还有七分钟 不过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你还有六分半 小姐 你有眼镜吗 小姐 你有眼镜吗 我平时戴乙兴眼镜 不过包里有备用的 那你戴上它吧 我 你都会有眼镜吗 好 OK OK 谢谢啊 感谢 等一下 我还需要加颗制 等一下 好 嗯 喂 等一下 你怎么换造型了 这你都认得出来啊 你的衣服没变啊 不要太好奇哦 好奇害死猫 害死猫 对了对了 昨天字典要谢谢你啊 今天太忙了 要不然我一定要请你吃饭呢 拜拜 不客气 对了对了 我要麻烦你一件事情 一会儿你要看见我呢 能不能假装不认识我吗 为什么 难道你是商业间谍 哎呦不是 我是害怕你老板认出我来 跟这种人一起工作 一定很毒吧 差不多 我呀是来这里做临时翻译的 他要是认出我 一定会找我查 弄不好 我还要残早签规则 嗯 这个有可能 你被欠夸了 不是男的耶 哎呦 你别以为现在男的就安全 有些人啊 他是男女同事的 嗯 那好 我好奇地问一个问题 嗯 为什么 他认出你 你就害怕 我认得出你 你就不害怕 我跟他有什么差别啊 这搞笑哎 我为什么要害怕一个心地善良 乐于助人的司机啊 你太搞笑了 司机 喂 哦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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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看完会了 看完了 你请了一个新翻译啊 嗯 雷石的 哎 我觉得他很没熟哎 水冰怎么样 反应还挺快的 没怎么出错 刚开始不是很顺 之后就很顺了 哦 他那个香水啊 哇 包给熏死了 对了 那个 图纸帮我改一下好不好 这通风口呢 那可不可以改其他位置啊 通风口只能在这个位置 不能换在这边吗 在这边 嗯 你想增加空气污染吗 哎 你这个人啊就是特别不好商量 我签的东西我要负责 好吧 那就这样吧 签吧 嗯 哈喽 哈喽 又见到你了 你好 哎 你有没有发现这下餐厅的饭 真的很不错哎 你看这个鱼啊虾啊什么的 都好新鲜好新鲜哦 哎 你就吃这么一点啊 啊 我不是很饿 哇塞你不要告诉我 你也减肥吧 我跟你说啊 人每天呢都得吃一个鸡蛋 这样才能保证足够的营养 你看你看这个鸡蛋 哇 这个鸡蛋好可爱哦 哇好好吃哦 真的好好吃哦 对了我带你去那边拿 一会儿就没有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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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吃 走啦 我真的不用了 我挡了 我挡一下 我不能让大包丝认出我 拜托拜托 啊 季川 啊 帮我拿一碗汤好不好 哪种啊 蔬菜的 啊 人事部传来消息 目前为止 王济川开了四个 四个啊 四个 一个司机 一个主任 一个会计 一个二世的建筑师 建筑师太开啊 建筑师也开啊 说是没有遵守 Dress Code Dress Code 这 但我不用担心 我的Dress Code 何止是遵守 简直是全方位超标 啊 不过话说回来啊 小傅师傅最可怜了 听说去年她老婆 生了一对龙凤胎 觉得她生日不错 就把工作辞了 在家照看孩子 这下可好了 你家人啊 别提有多可怜了 嗯 嗯 请问这附近 哪里可以买到仙台 哎 还有没有别的动向啊 注意 新消息 大boss下一个目标 就是你们翻译部 你们啊 就等着被裁员吧 哦 您怎么知道的 哎 我是谁啊 我可是我们公司的 前台秘书 我们公司的门面 有什么事情 能逃过我的耳朵 我听说啊 王济川说 翻译部的存在 完全没有必要 所以呢 她打算在外面 找一个翻译公司 全部外包 啊 会吧 哎呀 怎么办啊 哎呀 哎呀 喂 全哥 上次你说的 那个职务还在吗 先别遛给别人 我有意 哎好 晚上见 嗯 明明啊 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大难临头想各自飞啊 你就这么偏向 我们不管了 你可是翻译部的主任 太过分了 年终大会的时候 你想张总邀那个奖金的时候 哇 那可是斑马的脑袋 头头是道啊 就是 这一回 众人大人 你好歹也在王济川面前 替咱们好好说一说嘛 你们搞搞清楚好不好 这是王济川哪 又不是他弟弟 我才不往枪口上撞呢 把他搞火了 连背包都没了 嗯 虽然坏人衣食如杀人父母 不过大家不必惊慌 办法总是有的 什么办法 季川长得还挺帅的 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单身啊 要不大家试试用美人计 派我去 搞不好 还能扭转局面呢 相信我 千万不要被他的外表迷惑 想要吃到他手里的蛋糕 你就得游过太平洋 告诉你 这人超级贴碗 超级挑剔 超级bossy 跟他在一起 你只会痛不欲生 你 不会吧 今天我们在走牢上碰到他 看上去也挺斯文的呀 并不像你们说的那样 小天 你知道王继川砍架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吗 好 我就当教你这个朋友了 我给你五折 之前我跟经理谈的都是八折 不然的话这真的没法做了 这是底线了 真的没法做了 好 我再让给你百分之十 好不好 不然真的没法谈了 好 我再让给你百分之五 我已经不赚了 我真的是交一朋友 我怎么进的 我怎么给你 好不好 不然我 我也有领导 我上面怎么交的呀 王总 你 你 你这表情 到底什么意思啊 哎 再降百分之十啊 哎 你这也太离谱了 我做生意 没有碰到过你这样的 这 我现在是亏本了 不是 你到底要什么 什么 我要你的血 我只有油 没有血了 一句话 签不签 签 签 就当解肥了 哎 包总 嗯 我觉得有部电影 你应该去看一下 啊 什么电影啊 吸血鬼 好 我有空回去看看 哎呀好啦 你就别吓他了 不过这兄弟俩啊 真是有天壤之别 其实都不是上游的灯 一个呢 超级能砍架 一个呢 超级能捞项目 一个唱黑脸 一个唱白脸 简直就是黑白双雄 哇 现在的小姑娘 年纪轻轻的 开始节食了 小青 可不能这么节食啊 咱们敢翻译的 可是体力活啊 知道吗 哦 我 下次注意 哇 这个胃口真好啊 从来没看你吃这么多啊 有点的 这个你能喝吗 嗯 来 你也不能抱以抱实啊 分一件给我 嗯 嗯 鸡蛋白咬过一口啊 嗯 嗯 这厨师得坏 哎哎哎哎 您能不要这么多呢 除了我还要吃 哦 你是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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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很面熟 我们见过吗 肯定没有 看清楚了吗 好像有一点点印象 那我工作都做完了 你总不会拖欠我公司吧 你赶快把它擦干净 如果不擦的话 我是不会付账的 而且我还会打给你们的设厂 跟他好好说说 你的表现如何 不信你试试 你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钱 你就了不起 你就可以侮辱我 你就可以拆钱我 你就可以侮辱我 你就可以拆钱我 你打 你打 你别以为你随便说说 他就会相信你 看我告诉你 我那是通过严格的筛选 才被派到这里来的 大不了以后不来GMF工作 得罪你我还找不到工作了 喂 我找销售长 我擦 我擦 我擦还不行吗 那你先道歉 我道什么歉啊 故意破坏他人 那你还害我丢了工作 你拿杀虫去喷我 你机型真好 那你赶紧擦 要是蛋清的隔了夜 把这心损坏了 到时候啊 有的你赔的 一点都不大肚 对你这种嚣张的女人 我从来不客气的 那我就借点工具总可以吧 麻烦问一下 有没有那个抹布还有清洁剂啊 这边没有 要在那边看一看 谢谢啊 不客气 你好 能不能借我一下你的抹布 还有清洁剂啊 谢谢啊 一会儿还你 谢谢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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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a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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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川 我正要找你 什么事 我改变主意了 你还是等我离开上海 再上任吧 干吗 你就专心 把你的设计弄好就好了 其他事情交给我 我保证把事情处理得一干二净 好吗 一干二净 你是指 把我的员工开除了一干二净吧 你别忘了 在行政上我高你一级 就算我现在还没有上任 我也有资格开除他们 没有我的签字 没有任何人可以被开除 哪怕是一个司机 司机啊 你应该叫他姥爷吧 一日星期开一次车 这钱太好赚了吧 他当我们GMF是干吗 你招票的 我的公司很赚钱 我有我的做法 我知道公司很赚钱 但是你按照我的方法做呢 公司更赚钱 我不想听你的方法 来吧 商业是商业 好吗 Sophie 请你给季川 订回树立室的机票 优快越好 希望是明天 你帮我订机票 我要告诉她护照号码 来来来我跟她说我跟她说 Sophie 对啊 那个机票是要订 但是那个名字改一下啊 你把名字改成王立川 喂 喂 你还给我 对跟你们董事长说啊 你说立川后天就启程了 季川你 好 好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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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川 季川 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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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松 放松 好吗 我们都是文明人 放手 放手 你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交接 而且丽莎的项目 养开就要开始喽 我不回去 又不是我要你回去 是爷爷要你回去 我不在乎 那 因为我跟你爷爷怎么交代 我不在乎 好吧 你的人我一个都不懂 那你可以回去了 啊 一个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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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差不多 那把你之前开除的 全部要回来 哎呦 不好吧 这手续都办了 我 我很没面子 手续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 有人事部 所有人都需要 就是一个电话 好吧 为了爷爷 不妥协 你要记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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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